YA 接下來台北馬已經進入最後的倒數兩週的時間 相信大家在這段時間已經訓練訓練得非常辛苦 可能已經持續14、16週以上 所以最後最後我們終於要來驗收我們訓練甜美的果實了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就來告訴大家在最後兩週的時間 該做什麼樣的準備 還有賽前可以做什麼樣的調整 那在賽前兩週的時間呢 會建議大家在訓練的部分 課表要開始調降強度 越來越接近比賽的狀態 可以多跑一些長距離的LSD 甚至是接近比賽的這個配速 來模擬你在比賽當中這個配速的調整 那你可以慢慢的去習慣你比賽中的配速強度 在開跑之後 比較不會因為周圍的這些跑友影響 導致你的配速會有所的變動 所以在賽前兩週的時間 就會建議大家在課表上做一些調降的部分 距離慢慢的拉長 把強度降低 最重要的是 讓肌肉可以得到一個妥善的修復 讓肌肉保持一個健康良好的狀態 來應戰最後兩週準備登場的台北馬拉松 OK 在課表調整完之後呢 接下來會建議大家在賽前一週的時間 要想辦法去慢慢的模擬適應一下 在比賽中的這個作息 什麼意思呢 在比賽中 全馬可能是6點半起跑 半馬可能是7點起跑 在這個時間之前呢 我們要想辦法去模擬一下 幾點要上床睡覺 因為大家可能平常都是夜貓子 超晚上床睡覺 這樣的情況呢 可能在你真的台北馬賽前一天 你10點就要就寝 身體其實還沒有進入這個睡眠狀態 所以會建議大家在一個禮拜之前 就開始調整你的作息 慢慢的來適應 你在台北馬當天的時間安排 這樣呢 在睡眠上 就可以得到一個非常充足的狀態 對於賽事當天 也會比較有幫助喔 除了睡前的調整呢 也會建議大家在 起床之後 要稍微適應一下 可能你是6點半起跑 你在幾點要完成吃早餐的動作 那吃完早餐 幾點要完成 可能你早上會有上廁所的習慣 要完成這樣的動作之後 幾點要去搭計程車出門 到現場之後 還要完成記錄 熱身 這些動作 那這個呢 都會影響到大家賽事當天 如果你沒有先殺盤推演一次的話 可能會在比賽當天非常的匆忙 然後露帶了什麼東西 那可能對你的賽事啊 是會影響很大的喔 那在賽前一天 也會建議大家 就是要提前把你比賽當中 準備了所有裝備 先一字排開的整理好 檢查清點一下 你該帶的東西有沒有準備到 包括比賽的衣服 背心 還有帽子 可能還有太陽眼鏡 甚至當天如果天氣比較冷的話 記得也要戴手套 那如果當天有下雨 你可以準備一件輕便雨衣 來做一個保暖 甚至是防雨的功用 也會建議大家在比賽當天 多帶一套衣服 因為你在完成比賽之後 你可能會在現場的展區逛逛 那至少要把你這個 濕透的衣服換成乾淨的衣服 比較不會感冒著涼囉 那賽事當天呢 我的跑團 DHRC 也會幫大家規劃賽前的熱身準備 全馬組的話 我們會規劃在5點半到6點 完成熱身 半馬組也會接著開始熱身 從6點持續到6點半 那大家要特別記得記錄時間 記錄時間的部分呢 全馬組要在6點前完成記錄 半馬組要在6點半前完成記錄 所以大家要記得記錄完 再來參與我們的熱身活動 會是比較好的喔 OK 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在補給方面 到底該怎麼樣做賽前的準備 那在補給的部分呢 這次我們也跟Amino Vital 特別一起推出了這個半馬組合包 如果你是不知道該怎麼補給的話 接下來就讓我好好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補給方面 你可以再怎麼樣來應對你的賽事 感謝本集乾爹Amino Vital 贊助播出 Amino Vital 擁有世界一流的氨基酸技術 同時也是台灣與日本的國訓中心 指定的官方補給品 提供跑者快速的營養資源 幫助提升運動表現 那在補給的部分呢 通常我自己的習慣 會在前一天晚上呢 先補充一條就是Amino Vital 這個Gold 也就是氨基酸 那這部分呢 是我自己會習慣在賽前一天 想辦法把我身體這個氨基酸的能量 補充充足一點 就是你要上戰場了嘛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這個補給補滿 這樣啊 對於你在隔天的賽事當中的準備呢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因為你的身體是充飽能量的情況下 電池滿身 才有辦法上場打仗 所以在賽前一天晚上 我會先吃一包這個Gold 來做一個修復 還有幫助你身體儲存這個氨基酸的能量 接下來在比賽當天的早上呢 我會在賽前30分鐘的時候 補充一包氨基酸的能量洞 還有一條也是昨天晚上吃的這個Gold的部分 那氨基酸能量洞啊 是我自己習慣在賽前 就是會覺得 可能吃早餐不太好消化 那我吃一個能量洞 會有一點基本的飽足感之外 它裡面也富含了BCAA 對於待會在賽事中的表現 也會有一點幫助 另外呢 我也會多補充一條氨基酸 就跟昨天的道理一樣 你要出發前想辦法 能吃能補的都吃好吃滿 把身體中的能量 堆疊到最好的方式 那開始出發之後 對於你的肌肉消耗來講 身體能量充足 所以在賽前30分鐘的部分 我會吃一包氨基酸能量洞 還有一條這個黃金級的氨基酸 接下來在賽中的部分呢 我們會建議大家在10公里呢 可以吃第一包的這個能量洞 那這個能量洞的部分呢 有些人可能跑者在玩賽的時間 會接近到3個小時 那你可以把10公里 調整成第一個小時 因為有些人呢 10公里可能只要花60分鐘就可以跑完 那如果你的10公里要花到90分鐘 那我就會建議大家以小時為單位 你在開賽之後的一個小時 可以補充第一包能量包 那如果你是均速大概在 6分數以內的啊 就會建議大家可以在10公里 補充你的第一個能量包 那記得這個吃果膠的時機啊 一定都是看到補給站來吃 因為吃完啊 你可以進去稍微丟垃圾之外 也可以速速口再離開水站 這樣對你在接下來的這個呼吸調整上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那接下來在第二包的這個果膠補給時機呢 通常會建議大家就是在15公里 或者是接近兩個小時的時候 可以吃你的第二包果膠 身體所需要的這些能量呢 可以透過能量教的補給 讓你的續航表現可以更加的往後延伸 不會因為呢 你肚子開始覺得有點餓 或是能量開始不足 導致你的運動表現下降 所以建議大家在15公里 或是第二個小時可以補充第二包的果膠 接下來到達終點後啊 就會建議大家要吃一條乳清蛋白 來幫助肌肉呢 你剛剛在面臨了這個半碼的這個賽事考驗之後 那這個乳清蛋白 我覺得口感還不錯啦 吃起來其實不用配水 也可以直接推下去 是非常方便 也不用沖泡的 而且啊 它在這個熱量上啊 也是非常為大家考量 所以熱量其實不高 那吃下去呢 可以快速的幫助你肌肉做修復 那最後最後 在你回家要睡覺之前 我們也幫大家準備了最後一條的這個 黃金極胺精酸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在睡前呢 再次的做一個肌肉上的補充 幫助你的肌肉可以達到更好的恢復效果 建議大家在賽後 一定一定要記得 吃了這條黃金極胺精酸 接下來如果是全馬跑者的部分啊 建議大家可以購買兩包的這個半碼組合包 那你一樣啊 可以在第一個10公里吃一包能量凍 那接下來在15公里 你可以吃一包黃金極的這個胺精酸 做一個肌肉上的修復 那接下來在20公里30公里 一樣做一個能量凍的補給 那這樣對於你在全馬後續的這個續航表現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幫助的喔 如果大家對於半碼組合包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趕緊點選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並且輸入澤瑞Jerry的折扣碼 就可以享有這個半碼組合包現省300塊的優惠 超級划算 大家在賽前趕快買起來 那如果大家可以到現場的話呢 也可以到攤位上做選購 也會有展場的限定優惠喔 好啦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想要得到更多優惠資訊 可以持續follow鎖定我們的澤瑞Jerry頻道 也會寄出更多優惠給大家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喔對了 跟大家分享 在12月18號當天 我也會在Amino Vital 攤位上跟大家相見 所以大家如果來現場的話 記得來這邊跟我打招呼喔 OK 那我們就台北馬賽場上見啦 掰掰